大家好我是明子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款非常经典的游戏 这个叫做皇家骑士团外装 所谓这个GVA平台的一个掌油游戏 好那这个游戏我之前也是玩过了几遍 挺多遍了 早期的时候就很早的时候就玩过了 好了这个游戏也是挺好玩的 我们先进来看一下罗迪斯的骑士外装 皇家骑士团外装 我们从开头开始啊 好这是剧情的开始 我们看到这个着装考察的一个青年 黑发骑士 我不回答你应该知道 那人不舒服的话就不要继续了 这个字的话他自己出啊挺快的 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然后我们这次 那个绑头发了那个是一个大师祭啊 那个属于神圣系的最高职业啊 非常厉害的 你不知道我的心 指指挥官大人 好这个黑发骑士就是我们的主角啊 就是我们控制的主角 雷克托 这个是一个大师祭 旁边有那个屋里啊 点着一个蜡族 那个是屋里 好我们一开始的话就要登录一些人物的名字信息啊 大家可以自己选一下 好明亮要早起 我们看一下 有点奇怪 知道了 好他走了啊 那我们跟这个屋里一个对话 他自动对话 然后 这个是一个占卜师 这里面也有 也有一个隐藏人物啊 就是那个 魔女啊 一个屋里啊 魔女迪尼弗啊 那个只要选一下那个名字的话 还有一些属性选对的话 他就可以 这名字的话随便 啊 随便选一下吧 反正这这名字 大家喜欢选啥就选啥 好那这个可以选择地龙光龙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玩意 影龙啊 白龙 炎龙 风龙 雷龙 暗龙 海龙 火龙 好我选自己的 自己的生日 5月4号 5月4号 7年节 好那接下来这个占卜师 有六个模型 要让你陷阵的这个 其实选这个的作用是 这里面有一些洞章啊 洞章的作用主要是 我们在开头选的这个位置 选的这个这些东西啊 这四线东西 比如说只是说真理 然后爱心 看你要选哪一个 那 那如果 那我都选这个第二个吧 那 如果你选其他的话 他呢 这个 人物初始出来的时候 那个洞章是不一样的啊 待会 进去之后再 再跟大家讲解一下 那个 灰章的作用 好 我们快速的选一下啊 这个建筑物一直出现 留着什么系统啊 然后这个和平 好 这开始 细章的开始啊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太阳之言一般 好 我们看看看到倒了很多个人 对吧 这里我加速啊 然后 这种天气太困难了 不要那个啊 这个剧情的话我就跳过了 不看了啊 挺麻烦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一个海盗啊 什么人要袭击我们 罗 罗底斯奇事 好 这边会教你怎么玩啊 这个 敌人也有持这个弓箭的角色 但是 弓箭的话会飞过来 我们要注意 然后就射过去 啊 被他挡住了 好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角色 然后 他从侧边砍 哇 挡住了 用箭挡住啊 这个 战斗系统的话 可以自己调节一下 好 移动角色 还可以升级什么之类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角色能力值 我们看到这个 可以按一下这个啊 这个人物的名字 炎龙 男性 啊 然后 硬式之类的啊 然后 这个是 属性啊 就是 火 大地 水 风 四种属性啊 那这个 这个L是 这边有讲啊 这个L是属于神圣系的啊 那N是属于 中间的啊 那C是属于黑暗 混沌 哈哈 是中立 N是中立啊 然后他这个 这个冰 冰属性的啊 人物是冰属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是人物的力量啊 力量值 攻击力啊 和防御力 这个素质越高 人物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就越高 那这个是智力啊 智力就是 智力越大啊 魔法的这个技能威力就越高 当然魔法的防御也会提高啊 这个是人物的速度啊 并重力及回避力啊 这个速度很重要 这个回避力 这个速度越快的话 你这个人物移动速度也有 也越大 然后他这个 并重力和回避力也会提高 啊 这个力量是攻击和防御啊 这个是魔法威力 那一个是人物的攻击力啊 战斗力啊 这个是魔法攻击力和防御力 这个是防御力 这个是防御力 这个是魔法防御 这个HP人物生命值啦 这大家不用讲也知道啦 还有那些装备啊 然后过来这边 我们刚才 开始跟大家讲了这个 这个洞章啊 这个他洞章的作用可以 就是不依靠武力 用真情打动 就是可以比较容易缩得对方敌人啊 如果用缩服对方 敌方会加入啊 如果有这个洞章的话 这个缩服力就会越高 那当然如果刚才我们在开头 那个屋里那边选的呢 你选的那个 比如说你选全部第四个啊 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前套啊 前套洞章 你就算不装备那个 这个短剑啊 这个武器不装备的话 你用前头打防也会更多 那个洞章的作用就是这样子啊 每个洞章 洞章总的是这么多啊 这么多个 就下面这 这些都还没获得啊 我们在战斗的时候 那时候会慢慢获得啊 好啦 这一张的话我们可以 快速的打完吧 我先选一下这个 系统设置啊 把这些速度选的快一点啊 我不想太慢 我喜欢迅速的 迅速的通关 导航信息 这些其实你要关不关都可以啊 就这样吧 好那人物我们先在那移动一下 还有这些 地形啊 有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隐藏宝物啊 大家可以慢慢 找啊 待会找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这个 我还是会找给大家看的 这隐藏宝物一般都是 比较好的一些物品 简直 砍下去 哇 一人一刀 弓箭射我们这个 神光啊 这个大师祭 这个是敌方Boss 如果我们主要是把敌方Boss 打败的话 这一关就算过了 但是 哇 这个神光可以使用法术啊 这个治疗术 恢复50点生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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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弓箭手 咦 密死 没没打中啊 我们这个 从后面攻击的话 他这边会教你怎么玩啊 从后面攻击 他敌方不会还击的啊 从后面偷袭 那如果 如果 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合力 合力 这边要挡 哎 又挡住了 好 这个人物还一等级啊 我们来打Boss 30用 好 我们挡住了 获得13点经验值 加快速度啊 不然挡得太棒了 稍微按一下加速 看得比较舒服一点 难怪他速度真的有点慢啊 难怪他速度真的有点慢啊 好 我们使用这个冰块啊 冲心冰 又没打中 死一个了 还不死 这个Boss的血量还剩下15点啊 那我直接把他砍死吧 其他小兵的话 无事 这样获得100点经验啊 可恶 我竟然失败了 过得60点 打到之后 这经验值有点少 这感觉好像有搞破 总结点好像有些人 不怎么欢迎我们到这里来 我们是受奥尔斯大狼 所袭击的人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北方部的人物 这剧情的话 大家可以慢慢看吧 我就不看了 太费时间了 我就是喜欢那种快速通关的 好 我们这个主节被人家射下海啊 然后被这个妹子给救了 这里是哪里 少女 好 这两个 后面也成情侣了 叫艾雷 其实这个女的 她身份也是 品尊贵 我们玩到后面的时候 好 又多了一个女骑士啊 这女骑士 她待会会加入 这个其实女骑士的能力值 还算不错了 有些角色呢 让她给你限定不能转值 好 这里的话 我先保存一下 那 大家可以 这边还没有那些商店啊 我们再进攻一个城市 好 这是第一张吧 第一张的boss 打倒白牙骑士团 好 这个魔法师 你的对方魔法师 完全使用魔法四种力量应该了解吧 我当然知道了啊 我们就不看她废话 她是一个骑士啊 她属性是地属性 大的元素 好 那我们看一下她骑士啊 骑士注重你 就一定更强的战斗力 这些人物的话 转值 她转值 这个转值成骑士 必须要这个洞 这个骑士 骑士之阵啊 还有满足一些力量 等一些数据啊 满足之后 她呢 我们才能够转值成骑士 啊转值的话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啊 不然下一节吧 下一节再给大家慢慢讲一下 这些转值的一些条件啊 所获得的这些洞章 那有一些人物是固定砍几次 就是比如说 正面跟对方砍几次 他就会获得这个骑士 洞章 啊还有一些 获得洞章的一些方式啊 大家可以慢慢研究一下 那这一章有一些隐藏物品啊 我们来找 找一找 啊好像在水下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物品 对方的boss是一个魔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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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魔法师的这个 这个能力值啊 巫师啊 这边这方译的 有时候好像是稍微有点不太 那个 巫师也是魔法师啊 使用狂雷和火球 他使用这两种魔法啊 消耗一定的NP 我们的每一回合的话 都会恢复10点NP啊 所以我们这个 啊 人物的话可以慢慢的 护身符 这个魔防加 加魔防啊 那穿这个拐杖会加这个 智力啊 智力加10点NP 那这个 这个 残袍也是加魔法防御 还有物理防御加的比较少 所以 所以我们这个魔法师的装备 跟跟个骑士的装备 有点不太一样啊 骑士的装备都是 一些皮甲啊 钢甲之类的 常见啊 都是拿一些 铁的武器 好 这里一个隐藏物品 好 我们挖起来啊 得到一个手斧 那 我跟大家讲一下 我喜欢修改游戏啊 所以 待会我可能会修改一些boss出来 非常 非常有趣啊 想感受一下这个涅迪的 好 援军来了啊 这个大师纪 这个大师纪 射他一件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师纪的介绍 他这个 属于这个 这个属于 可以使用所有的回复魔法 光魔法 所有的光魔法都能使用啊 他也可以使用这个光魔法的攻击魔法 他也可以使用这个光魔法的攻击魔法 这个光魔法的攻击魔法 比如说这个光石啊 可以说是这个 球道星的 擅长武器 是个 突刺剑 破甲剑 就是突刑类的啊 像是炎将的那一种 这个剑柄有护手 这个威力加40点啊 非常高啊 好 那我们 转这个 我们 要转 转直成那个 司祭的话 祭司 要这个神界的元灵才可以啊 必须要获得这个洞杂 转直 这后面的话大家 再跟 大家慢慢讲啊 我们先来 洗洗一下这些宝物 待会后面的一些魔法很好玩的啊 有一些召唤魔法 召唤火龙啊 昆龙 什么石头啊 之类的 哇 这魔法攻击也挺高的 嗯 这边 还有一些隐藏物 可以 慢慢找吧 上面还有一个 我被砍了一刀 如果我可能还没 这骑士可以 使用魔法 恢复魔法 非常的方便 好 这就上面 就是上面还有一个啊 还有一个隐藏的物体 我们这个转线的话就要转过来 不然会被后面偷袭 火球术 反正我们这个弓箭手 哇 49点非常的残忍 难回自救啊 而且Boss也快死了 哦天啊 我还没行 行宝还没行完就死掉了 欸 不对啊 那宝物 这家好像只有一个吧 我看一下 我们这太久没有完啊 稍微有点忘了 好啊 按了加速啊 哇 这被雷打了一下 好惨啊 每个人都损失 血量特别多啊 我也 我也快挂了的样子 哇 又被砍了 哎 可能会死哦 还好他没打我啊 差点死掉 这个物品我们先拿一下 啊 得了一个东西 哇 按了太快都没看到 好 我们这个有这个 free loot 魔法 非常 方便 啊 这边好像 好 再找一下吧 好像没物品了 嘖 记得都个忘了 去去去去 哎 去死 啊 真的挂了 我的天 啊 获得一个狂雷魔法 哎 对海之后 这个小船 这个剧情的话 我们跳过 好 那这里 在这个城里 可以购买一些魔法书 和召唤同伴啊 还有一些装备啊 然后还可以买你这个魔法书 啊 然后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加 加一些同伴 就是可以雇佣啊 买了之后 就是你的同伴了 哈哈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编程啊 这个编程的话 这些人物 人物可以转职啊 比如说我们 这边加一个牧师啊 就用来治疗用了啊 这边可以转职 转职成士兵啊 这个魔法书 这个转职的话 如果画到后面等级越高啊 条件满足的话 这些转折的人物就 越多了啊 转折的一些职业出来 就会越多 这些职业还隐藏着 还没出来啊 很多的职业可以转职 这个士兵的话 我们现在才一级啊 转不了 那下一期的话 最好就会改一些人物出来啊 就是一些 敌方的一些超级boss 然后到我方来 慢慢升级 慢慢玩啊 我喜欢玩boss啊 我们是要玩游戏 不是被游戏玩啊 所以我一般玩游戏 我 不管玩啥RPG游戏 或者是 S SLOG游戏 等等 很多的一些游戏 我都是喜欢 做一些修改啊 大家喜欢玩的话 可以来找我要 好 那么这个 这期节目 我先做到这里吧 下一期的话 加入 我把那些boss弄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再攻打这个城市 好 大家好 拜拜